由王子主演的电影《消失打看》 在台北电影节上宣传 在电影中王子会饰演一位宅男 对于要伴仇演出 他说很开心可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一面 不过拥有王子的外表 又怎么能成为一名宅男呢 原来王子的身边就有一个 可以让他学习的对象 其实我真的非常的不宅 我其实都不喜欢待在家 也都喜欢到处跑 但是我刚好有一个室友 他非常的宅 他叫小杰 所以我就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就是整天都坐在家里电脑前 然后看到那种眼神就慢慢地揣摩 就有一点感觉了 《棒棒堂》六个人经济约拆分 虽然没有解散 但已经是各自为战了 这让粉丝们非常担心 他们的人气会滑落 不过王子并不担心 因为他已经准备好转型了 其实戏剧方面已经一直是我的兴趣 所以之前在三年在《棒棒堂》 已经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绩 然后我希望在戏剧的方面 也会有更多的成绩 让大家看到 他们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什么样 我希望挑战一个古装的大片 像《投名装》那种 带着那种钢灰盔甲 因为听说那种片很辛苦 但是你拍出来 有那种万马奔腾的 我觉得会非常好 鹅饭天台北报道